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南京东路礼拜堂的李培丽长老 南北两国在互相征战之后 大约在主前874年到850年间 进入了一段友好的时期 这时候南国是约沙法王朝 北国是亚哈王朝 在《猎王记》上第17到18章 焦点从君王的作恶 转移到先知以利亚 对抗亚哈王朝的巴黎信仰 先知宣告 耶和华宗旨降雨 降灾处罚北国 是要向以色列人彰显 他的全能胜过偶像巴黎 这个雨水与土地丰饶之神 以利亚先是在干旱之中 因为顺服耶和华的命令 尽力神大能的供应和祷告 让死人复活的神迹 经过三年 上帝命令以利亚让亚哈见他 以利亚透过亚哈的家宰 敬畏耶和华的厄巴底 去通知亚哈 两人相见 以利亚要求亚哈 让他在加密山上 与巴黎先知斗法 以利亚大胜重新献祭 并且降下雨水 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 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 以利亚对亚哈说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 必不降落不下雨 耶和华的话 临到以利亚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 激烈西旁 你要喝那溪里的水 我已吩咐乌鸦 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 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 去住在约旦河东的 激烈西旁 乌鸦早晚给他叼饼 和肉来 他也喝那溪里的水 过了些日子 溪水就干了 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 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 供养你 以利亚就起身 往撒勒法去 到了城门 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 以利亚呼叫她 求你用寄命取点水来给我喝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呼叫她 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你的神奇事 我没有饼 台内只有一把面 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两根柴 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 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不要惧怕 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 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因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食欲降在地上的日子 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 她和她家中的人 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 坛内的面果不减少 瓶里的油也不缺短 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这事以后 做那家主母的妇人 她儿子病了 病得慎重 以至身无气息 妇人对以利亚说 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 将孩子接过来 抱到她所住的楼中 放在自己的床上 就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 你就降祸于她 使她的儿子死了吗 以利亚三次扶在孩子的身上 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 扔入她的身体 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灵魂扔入她的身体 她就活了 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 进屋子交给她母亲 看哪 看哪 你的儿子活了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借你口所受的火 是真的 是真的 第十八章 过了许多年 耶洗别 杀耶和华 众仙之的时候 厄巴迪将一百个仙之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供养他们 亚哈对厄巴迪说 我们走遍这地 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西边 或者找得着亲走 可以救活罗马 免得绝了牲畜 于是 二人分地游行 亚哈独走一路 厄巴迪独走一路 厄巴迪在路上 恰与以利亚相遇 厄巴迪认出她来 就俯伏在地 你是我主 以利亚不是 是 你却告诉你主人说 以利亚在这里 胡人有什么罪 你竟要将我 交在亚哈手里 使她杀我呢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无论哪一帮 哪一国 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 我说你没有在那里 就必使那帮那国的人 启示说 实在是找不着你 现在你说 要去告诉你主人说 每五十人 巴迪去迎着亚哈 巴迪去迎着亚哈 告诉他 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 亚哈 见了以利亚 便说 使以色列遭灾的 就是你 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 乃是你和你父家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 去随从巴黎 现在你当差遭灾人 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黎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 并耶喜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 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 亚哈就拆遣人 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 你们兴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 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黎是神 就当顺从巴黎 众民一言不答 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 巴黎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 当给我们两只牛犊 巴黎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 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 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 也不点火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 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先硬的神 就是神 众民回答说 顺化顺好 以利亚对巴黎的先知说 你们既是人多 当先挑选一只牛犊 预备好了 就求告你们神的名 却不要点火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 预备好了 从早晨到午间 求告巴黎的名 巴黎啊 求你应允我们 却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 他们在锁竹的坛四围涌跳 到了正午 以利亚嬉笑他们 大声求告吧 因为他是神 他或默想 或走到一边 或行路 或睡觉 你们当叫醒他 他们大声求告 按着他们的规矩 用刀枪刺歌 自刺 直到身体流血 从午后 直到献晚祭的时候 他们狂呼乱叫 却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 也没有理会的 以利亚对众鸣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众鸣就到他那里 他便重修 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照雅各子孙之派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 曾临到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 为耶和华的名 筑一座坛 在坛的四围挖钩 可容古种二细亚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 把牛犊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 倒在梵济和柴上 倒第二次 他们就到第二次 倒第三次 他们就到第三次 水留在潭的四围 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进前来 亚伯拉罕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呀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行 这一切事 耶和华呀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名知道 你耶和华是神 有之道 是你叫这名的心回转 于是 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进梵济 木柴 石头 尘土 又烧干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 就俯伏在地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拿住巴黎的先知 不容计人逃脱 众人就拿住他们 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 在那里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雅哈说 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 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 雅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屈身在地 将脸浮在两膝之中 对仆人说 你上去 向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 没有什么 他说 你再去观看 如此七次 第七次 仆人说 我看见 有一小片云 从海里上来 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你上去告诉雅哈 当套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挡 煞时间 天因风云黑暗 降下大雨 雅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 耶和华的灵 降在以利亚身上 他就竖上腰 奔在雅哈前头 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我会带来 你以为梅哈 跟大约 我们之间 连诞 只好 去 带来 我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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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